无奈 因为那种老一点的人确实不讲理的挺多的 说也说不通 我估计他有可能还要来 因为他说他还要来 杨哥有一个男的在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点退缩了 前面的时候怎么也不走 怎么说他也不走 那杨哥过来之后 他看到有一个男的他就走了 慢慢捏捏的走了 对的 更不能嫁 因为我觉得他们那家人的脾气都不好 你看那个男的是不是也脾气不好 然后他妈也脾气不好 我可以离家出走 不能离家出走 不能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了我舅妈怎么办 如果嫁给那个男的以后 对 是的 那个名字你那个名字我不认识的 那个说的不能嫁 对 他们那家人的那种 说话那个态度什么的 很让人受不了的 我怎么离家出走呀 离家出走了 我家里面怎么办呢 我舅妈怎么办呢 对吧 不能离家出走啊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这个阳哥 怎么嫁给阳哥呢 挺挺无语的 那不讲理的那种 他是直接抢东西啊 比他儿子还恐怖啊 比他儿子还恐怖 我说他上来的时候 他前面是好气的跟我说 他说什么时候还他家的钱 我说跟你儿子说 好了一个月过后我就给他 他说一个月 是他说我想太多了 要么就给他钱 然后他就直接看到那个东西 他就直接抢 我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啊 爸爸妈妈在这 我 说说什么带舅妈走 不行的啊 不行的 舅妈肯定 不同意跟我走 他就是生害怕我走了啊 生害怕我走了 别说还还说带他了 他就害怕我 跟他什么阳哥走了那种 所以说他一直对阳哥的那个态度 就是很凶啊 舅妈其实对外人凶不了 但是不知道对阳哥 他就那个态度 不知道呢 阳哥不愿意啊 舅妈跟你不一心 不是他前面是什么都跟我一心的 就是这个男的啊 是他看好的 他看好的 他说他们家有钱 那个男的家有钱啊 他说那个男的家里面有钱 然后条件好 住的是那种 农村里面的那种 修的房子是两层楼 说有钱我嫁给他 过去的话是享福啊 而且那个男的住的比较近啊 住的比较近 所以说 所以说他就不愿意呀 你要不然人家阳哥前面的时候 我是确实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但是 就是那样的 谢谢啊 他是阳哥搬着带走 不是他带走了以后他老了 他没有儿女的啊 就害怕他自己一个人 知道吗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他害怕走了的话就没有人了 没有人了 然后就他一个人了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帮我点一下小赞赞好不好 帮我点点小赞 反正我感觉你们 你们农村 你们是不是农村的呀 一个万呀一个万 不享福家子太对了 但是不是的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舅妈是认为我是过去享福啊 他是过去 他是觉得我过去享福了 知道吧 为什么 不 报 那是报案是不是 现在的时候是 对我什么都能做啊 除了要文化的我做不了啊 如果小杨没结婚直接 你们也有农村的呀 农村的是不是都那种呀 直接抢东西的事情确实很过分 让杨哥 杨哥已经帮我拿过一个万了啊 我不能一直在他身上 他愿意出我就心甘就是让他那种啊 因为那样子的话 杨哥 又不是什么 谁 不是啊 舅妈相当于是我的妈的嘛 所以相当于是我的妈 对我是从小是的 七岁就过来了啊 以前不一定是有没钱 对的对的 不是我 我是我们是农村的 但是 对于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哥哥姐姐们 就是这个树 但是这个树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的啊 你们 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挣钱的地方啊 不是继母是舅妈啊 继母是后妈的意思是吧 这是我的舅妈不是继母啊 对 是目前的哥哥姐姐 刚刚一个哥哥姐姐说是 如果下次他再过来 你就把放那个痘痘 咬他呀 但你不要去 不要这样去咬嘛 你拿着 然后让他不要靠近你们嘛 他会害怕的 知道吧 是不是哥哥姐姐们 因为我觉得他们随之无你取闹 是不是 是不是随之无你取闹的 像那种呢 你可以都直接可以 就抱什么的都可以的 网上三百五十五村 哎呀 我也觉得 应该都不会直接这么生下 我都没想到他要抢东西 他先找我们说话 然后我说我就说我已经跟他儿子说好了之后 他就不讲理的在那里开始骂 骂了过后他看到那个羊哥哥我们买的那个东西之后 小男生能有血压吗 有呀 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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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还是陈姐 有血压 你需要血压吗 血压是我们这边的特产啊 也什么生的 需要的话有的 然后他直接就说那个东西他要拿走 不还钱他天天来找我们这样子的 很恐怖啊 如果是当时是你们的话有可能都那种了 所以小男生 毕竟我也没遇到过挺恐怖的 其实以前也有人来欺负我们抢我们的土地什么的 但是的话他不是直接那么抢他是生抢啊 不拿给他就生抢 后面羊哥来了之后他才走的 羊哥不来说不定他就把那个东西抢走了 他说我还不了他的钱 他就要把那我们家的东西抢走 不讲理 嗯 来哥哥姐姐们来小杨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好不好 拿人家的钱还人家的 哥哥姐妹小杨给大家说一个事情好不好 因为今天阿金呢 他今天 又今天一直的一一天的妹妹不让我陪他去了一 收了一点点伤害但是不多 然后那天也很多是不是那天有很多哥哥的 姐姐们说那个添麻问你阿金有没有添麻 然后阿金就收了一点点添麻回来 我说让狗下他 我说让阿金给大家现在给阿大金上一 阿金你们要不要阿金的添麻哥姐姐们 因为他今天去找了收了一点点没有多少 你们要不要阿金的添麻 因为阿金今天一天都 我看他心心都没在状态状态知道吧 然后我也陪着他去收了一点没有多少 给大家看见这个 就是这些阿金你拿着吗 这无天吗哥哥姐姐们需要吗 这是我们这边的添野什么生的乌天麻 对阿金只生只找这些 然后哥哥姐姐你们有没有想要的想要打到公屁上 让阿金给你们福利一样给你们上个链接上去 好不好也什么生的乌天麻 这种是我们这边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的高山上的这种乌天麻 来哥哥姐姐们有多少人想要的来想要阿金 他今天自己找自己去收回来的 这个是天麻那个名字我不认识呀 你叫什么你是不是个姐姐还是个那个呀 这是乌天麻高山海拔很高的地方才有的 然后是我们这边纯天然的 也什么生的啊 这个天麻的话是针对于这个这里不舒服的呀 那种都可以啊 然后脚那个有时抽什么筋那种都可以的 这种你看一下 乌天麻高山上海拔很高的地方 纯天然的啊这种 天麻应该有 雪宴也有的 姐姐你稍等一下好不好 我给你等一下我给你上雪宴 还有没有直播间的其他哥哥姐姐们需要的 这个的话是好东西啊 这个的话它是怎么吃的 那个那个你是个姐姐还是个什么的 我跟你讲啊 这个的话你可以拿来就是泡泡一下 泡发之后可以拿来炖那个鸽子啊 炖鸽子然后炖鸡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也可以打粉 但是我们这不不能打粉 你可以拿到你们街上的那种什么店铺去 就是打粉啊 对张强哥给我打在公屏上了 因为我这个天麻的话 我不能 我不能那种的啊 我不能说他的公什么效 直接说出来就被关到小黑屋里面去的 然后的话 这种纯也什么生的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张强哥给我打在那公屏上了 无天麻做什么用啊 然后就是这里不舒服的 你可以不用去买什么药 要来这种的话 你吃个十来天的话明显会有改变的啊 改善的啊 先上 好的我上一下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去拍一下这个无天麻啊 对今天阿金收的时候 他这是一呃150收回来的半斤天麻如天麻他们这边的 然后今天给大家上的是158好不好 因为还有几块钱的快递费 还有6块钱的快递费 然后阿金的话只有几一两块两两块钱的 辛苦费嘛 然后大家就拍一下只有五单五单过后我就把它下了 只有五单那个无天麻这个 对这种无天麻纯也什么生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你们看一下 这种的话你们外面要什么店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话价格还比我们这个高 而且不是我们这边纯天然的啊 这个的话是自然生长的高山上自然生长的 然后我们这边不能出去工作呀那种的他们就会 嗯就是找一些这种商货来到时候有老板收就会卖 来铁那个补贴生活的生活费啊这种纯天然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可以放心去购买这种的可以拿来泡药啊就是不能说 你就是可以直接拿来炖什么鸡什么炖排骨啊 然后也可以拿来就是泡八加一来喝 这个是纯天然的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纯天麻的那个无天麻 可以拍一单回家去就是来试一下 对欢迎啊欢迎星期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可以给我点点小赞子啊 对只有五单哥哥姐姐们还没拍的可以去拍一下 拍完我们就把这个链接下掉了好不好 又今天这个无天麻是阿金他自己去收的 因为他没收多少 因为今天一天都没在没在状态阿金今天 对那个那个姐姐说上次收到谢谢啊 谢谢感谢你啊 感谢您的支持啊 杨哥会会和大家露脸的好不好 哥姐姐们你可以去购购买阿金这个无天麻 姐姐你可以就是拿来炖什么 鸽子呀炖排骨那些都可以啊 也可以拿来泡八加一来啊 你吃个就是持续吃个十来天的话 也会有明显的那种改改善的啊 这种可以放心去购买收到我们直播 给你们看的什么样就是收到什么样子的这种 雪莲有吗有的 我吃了 谢谢啊谢谢那个春天姐姐感谢您的那种啊 这个无天麻姐姐哥哥姐姐们直播间 不是我的电用 外面要什么电的然后的话他价位的话不止这个价位啊 而且他不是纯天然的我们这个的话是纯天然高山上自然生长的 你们看都看得到的啊如果不满意的话 你们七天五旅游退换啊退回来这种纯天然的无天麻 黑了 我这老坏 这电老坏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 洋喝一 对呀你们可以先拍呀 拍回去试一下这个纯天然的无天麻 可以放心去购买 封好 又又封了是不是看不到我了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稍等一下啊 坏了坏了 坏了阳哥 我在你那里买的雪年发了哦你我以为你刚刚在问了啊发了的姐姐你稍等几天啊稍等几天就到了的 好能看到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天麻不需要吗我看你们那天都都在说有点卡 有点都在问呢 可以吗 这个无天麻呀这个天麻啊这个 纯野什么生的高山上自然生长了158 还是摆什么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卡不卡好的好的啊有雪胎局吗 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收点来因为我 不敢收太多啊收太多的话我害怕就是没有 卖出去什么的 不卡的啊不卡就行 直播间有这个无天麻去有拍了的吗 拍了的可以打在公屏上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纯天然的这种高山上的自然生长的这种无天麻 看嘛 买一个 没有一个的卖啊 直播间的那个 你可以去买半斤回去试一下半斤的话 你可以试来之后看什么笑什么果的啊 就知道了 他来找我还他的那个啊 因为 我还没还 有什么作用他可以起到这头什么那种的啊 头什么不舒服的那种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这种无天麻需要的可以去啊 可以去拍啊 哎呀这种 给我点点赞好不好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可以打成粉去泡来喝也可以的 然后的话也可以就直接泡8加1可以炖汤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的啊 你 给我点点赞啊直播间哥哥姐姐们 可以的呀 可以的呀龙少哥可以 但是我这儿不能打啊 因为我们这儿没有机器 没有机器啊 你可以拍一单回家去试一下啊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你吃个半个月左右的话会有明显的改善的啊 因为他这种的话不是说外面大棚种什么值的这种的话是高山上自然生长 然后我们不能出去工作的就会把这种找一些商货来卖啊 找一些商货来卖来补贴家用的这种 旧妈拿了不是的旧妈拿了钱 他就是还没死心啊 他不拿出来我也没办法的 我不能抢啊 不能抢 天麻的话是158米是半斤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158米半斤 你们在外面药店买买不到的 这个158米的话半斤 而且我这个是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 自然生长的你们有懂这种天麻的吗 他比什么那种药店买那种什么药药的有效多了 这都是纯天然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副作用 这种的话你们老年人呀那些都可以必备的 家里有老人的呀那些都可以拿来就是泡在那里必备 然后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你就直接吃他 杨哥来了 你阿姨杨哥来了啊 杨哥今天来了的 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帮我点点赞啊 帮我点下赞